我们看这一题 它说用小正方形有规律的拼成若干的图形 如这些图 此规律可画 这里有三个图 画第三图、第四图等等 以致每个小正方形都是由长度1 这是长度1的线段符成 那Vn代表什么呢 Vn代表第1个图 所使用长度1的线段总数 比如说 n等于1的话 线段总数是4 V1等于4 V2的话 第二个图 线段总数 V2等于3 就等于原来 原来这里的话 有什么有4个 加多少呢 加底下这个 底下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看 这里有4个 加多少 加这里有2个 这2个 这2个可以怎么看 可以看这个底 底的话 底11 有一横一束 加2个 就这样子 然后这个V3 可以这样看 V3是V2 加多少呢 加这里4个 4加多少呢 乘3 这个3的话 跟这个3一样 我就是说 本来 本来话是这样 这个是V3 那我 增加一组以后的话 这里是4条 这里的话 底的话有3段 那底3段对应到 这1段的话 对应到2段 1段对应到2段 1段对应到2段 再加什么呢 再加这个4 所以是4加上 1 2 3 3乘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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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道理 V5就是等于V4 加多少呢 4加2 乘以多少呢 乘以这个4 好 那一直在推 所以我就晓得 Vn应该等多少 Vn应该是等于 Vn-1 加多少呢 加4乘以2倍的n-1 这4跟4一样 n-1跟n-1一样 好 所以它的地毁关系 就是Vn-1 加多少呢 这是加啦 写错了 这个的话可以 所以呢 这2n-2加4 就2n加2 所以是等于Vn-1 加上2倍的n加1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它说要你求什么呢 求V6 好 那我们看这个V6 等于多少 V6的话 就是说V3 V1 就是说这个V1就是这样 那V2等于多少呢 V2就是等于4 就是V1 加多少呢 4乘以4加多少呢 就是带这个嘛 就是V2 就是V2的话 是等于V1加上2倍多少呢 2倍的2加1就是3嘛 那V3的话 就等于V2 加上2乘以4 我看 不对 1加1 不对 1加1是2 这里是2才对 这个N嘛 不对 2倍的N加1 N的话是这个N啦 所以的话这应该是加3才对 这应该是加3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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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N加1嘛 这个比这个多1 2乘以4 然后V4的话呢 就等于多少呢 V3加2乘5 然后他问V5 是等于V4加上2乘6 V6等于多少呢 等于V5加2乘7 好 那我现在把它加起来 加起来的话 这V1消掉 V6消掉 V3消掉 V4消掉 V5消掉 所以V6等于多少 V6呢 是等于 V6等于V5 V2消掉 V6都足以为4 V6消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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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以高,高就是像素,1,2,3,4,5,5像 除以2,2消掉 所以这4加上多少呢? 4加上这个是10,50 4加多少?4加50 等于多少?等于54 所以呢,这个V6等于54 好,再来看要你求这个一般相 它的地堆关系 地堆关系就是这个 V1是等于4 然后这个Vn Vn是等于多少呢? Vn-1 加上两倍的n加1 这个是它的地堆关系 这n当然是大于等于2 Vn-1 就是这一项 这是它的地堆关系 好,那看到你求一般相 那一般相的话呢 我们就是按照这样把它加起来 然后呢 这个我们就 嗯 就点点点点把它加起来 继续加 继续加 然后加到Vn是等于多少? Vn-1 加多少? 两倍的n加1 然后把它加起来 然后把它加起来 加起来这个通通消掉了 所以是Vn 等于两倍多少呢? 就从3开始算 3加4 加5 一直加多少呢? 加到这个n加1 加到这个n加1 n加1 好 那所以呢 这个等于多少呢? 我还有个4 这里有个4 有个4 啊 等于这个4 加 好 那这个等于多少呢? 这个 这个就等于那个4加多少 这个就是上底加下底 3加上n加1 乘以多少? 像素 这总共几下 从1到n加1的话 总共n加1项 扣掉了两项 所以是n加1 减到前面两项 就是1跟2 减掉两项 所以总共几下 总共n减一项 n减一项 除以2 这里有个2 再乘以2 好 那这样的话呢 这等于多少呢? 所以vn 这等于多少? 就等于4 加上这个2消掉 这是n加4 把它展开来 展开来的话就是 这是n平方嘛 啊 加那个4n减n就是3n 墨项是4乘以-1就是-4 减4 那4就消掉了 所以n乘以n加3 这个就是它一般项 好,让我们可以验证一下 b等于多少? b就是1乘以呢 1加3是4 所以第1项是4个 没错 然后呢 b2 b2的话 b2的话呢 是等于 多少 这4个加4个 8个 应该是10个 有10条 就是 2乘以多少 2加3 52等于10 没错 所以这个就是它一般项工词